好,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說回 接下來十月十二號星期三跑馬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連贏及位置Q過關2穿3 和大家買過關,買分兩關了 至於這次我們買到的第一關就是這場的第一場 這場第一場是我們的五班草地A難1000米的賽事 在今場馬上,很多匹馬最近成績都不算太理想 都是一場比較平均的賽事 可能最好的都是這隻5號的專才 只有他最近跑過第二 其他都是跑第十、第九、第六、第七 沒有什麼賣跑得好 在一場這麼亂局的場合上面 我們買哪些馬呢? 我覺得今場馬是說有三匹馬幾值得來買的 所以今場馬是說會買到三匹馬的 至於今次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是哪一隻呢? 第一隻會選到的就是想選一隻一號的戒磚三線 為什麼會選這隻馬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戒磚三的賽事 這隻戒磚三其實最近跑了一場跑馬地 可以儲你1200米的賽事 當時他跑過第十名回來的 其實他上場跑谷草都跑得很差的 跑過第十 但是為什麼今次我們都會買他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這隻馬呢 他最近神操是做到足的 最近神操做到足的 不是開玩笑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先來看看他最近怎樣做神操 很快來看看 不是看神操紀錄 看他上場到底是怎樣出賽怎樣跑 那麼街磚三就是這裡的這一隻 紅、黑、間條三 那麼紅、帽的這一隻呢? 就是街磚三 那麼我們大家一起留意這隻街磚三 今場怎樣跑 即是說上場 上場的第十怎樣跑出來 上場的第十 就是沿途走著三碟來跑的 頭段時間都是說沿途走三碟的 是吧? 那一路都是這樣跑的 這隻馬 但是看到這裡 可能大家突然之間有個疑問了 是吧? 可能覺得這條片會不會是錯了 是吧? 因為剛剛才明明說神操 為什麼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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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為什麼看賽事重溫呢? 大哥 原因就是因為 大家真的留意這隻馬 末段的時候怎樣跑 真的看實這隻馬 到底上場他的表現 他的演出是怎樣跑出來 這一隻街磚三 現在去到五百多米 都正正常常的 是吧? 不理他有多虧 你現在這些表現 都叫做OK先 走著三碟 不理他有多虧 真的 不過這個可能也是 神操的其中一部分 不過不理他了 真正的氣肉 就是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這裡這隻是街磚三馬 大家看實 紅白色就 紅白色帽的這隻 就是街磚三 真的留意這隻馬 今場怎樣跑 現在是280米 280米 這隻馬是望空的 剛剛280米 一轉出來 其實他三點 一轉出來 立即望空 不用再搞來搞去 又不用移出又移入 正常 你現在280米 肯定望空 肯定望空 這個位 怎麼看都望空 你直鏡看 橫鏡看 全部 怎麼看都望空 但是你看這隻馬 這隻馬 騎士 到底有沒有騎過 這隻馬 真的 神粗的姿態 回來 最後就是 隔起了屁股 這樣來跑 280米 看空 他就280米 開始神粗 所以你說 他這樣到底有沒有騎過 是吧 我就真的不知道 完全是神粗姿態 這樣回來的 這些真正的神粗姿態 之前那些 贏馬那些 加州星球 那些 贏人家幾個馬位 那些 哪是神粗姿態 真正的神粗姿態 是這些 這些 這些真是神粗姿態 這隻馬 正在比賽的時候 都是只推 跟神粗 是一模一樣的 這隻佳磚3 所以這隻馬 上場是這樣 才是輸 跑第10名回來的 所以你說 他這些賽職 能不能夠做得準 他上場的這些 第10 是吧 但是可能有人 會說 這隻馬 會不會上場腳傷 有傷患 喘名 那些 是吧 那大家 看回賽後報告 一目了然 是吧 獸醫肯定是說 會跟這隻馬 做檢查的 你跑完之後 那 賽後報告 顯示 就是說什麼呢 賽後報告 就說 喂 賽後之後 立即檢查 那隻佳磚3 佳磚3 佳磚3 這隻馬 都有給獸醫檢查的 真正的獸醫 當時就說 喂 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之處 所以這匹馬 上場是說 沒有病沒有痛的回來的 但是 都是這樣的表現 都是最後的 所以我覺得 真的 這些賽職 完全是說 不能夠做得準的 那 上場的第10 就抹掉了 但是 我覺得 接下來的這一場 這隻馬 就要買回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隻馬 其實它是頭夠的 又熱了 身 上場頭夠 都沒有跑過 熱身熱夠 上場 9月28日 熱過身 所以 接下來的這一場馬 它是說 對買的 因為始終 這場馬 它也是說 下了五班 來跑 這個跑馬地 五班草地 一千米的賽事 而你又再看這隻馬 之前的成績 這隻馬 之前都是說 在五班贏的 還要在今季 9月11日 跑五班的沙田千二米 由潘頓排著 劣蕩都能夠贏得到 所以 其實我覺得這隻馬 實際上 在今季 最近 是有狀態的 是上場 不知道搞什麼 突然跑過第10 所以 我覺得 這些賽者 其實可以 不用看它 無緣無故跑過第10 而 接下來這一場 它再出 真的要買回 不要讓它 最近第10名 誤導了 以為這隻馬 很差 不會跑 事實上 這隻馬 真的不差 因為 你看回這隻 街尊三上場 即是說 跑第一的這一場 它贏哪些對手 其實當時這隻街尊三 是說贏了專才 樂天派 劍在九天 這些馬 而你又再看回 接下來這一場馬 那些馬 接下來這一場馬 它正正就是對著這些馬 其實它就是 贏過 接下來同場的專才 和勇猛精靈 這隻馬 最近 爆沙田 是說贏過接下來同場的專才 和勇猛精靈 還要再加上 再看這隻街尊三 再遠一點點的成績 那這隻馬 其實是說 再之前都跑得好 過接下來同場 不少馬 在7月1號的這場 沙田草莉1200米 這隻街尊三 實際上 當時就說 跑過第五 但是第五 都已經是說 砌贏過接下來同場的 鋼鐵複星 和五一之星 所以其實這隻街尊三 實際上 論表現 論它正常 有出賽 有跑到的表現 這隻馬 是說 跑得好 過接下來同場 很多匹馬 以馬論馬 我覺得這隻馬 都是說 要選擇的 還要這次轉了場地 來跑 沙田 都能夠贏得到 這次就說 轉去跑 跑馬 對著弱一點的對手 排著五檔 靚檔來跑 我覺得它也是挺好 這隻馬 一定是說 跟你拼到盡 如果這條片 是說 夠多人看得到 的話 多人看得到 它上場是怎麼跑的話 接下來這一場馬 騎士都沒有 不跟你去馬 這樣 給了壓力 騎士 多人知道 它上場跑到這樣 接下來這一場 越多人關注這隻馬 越多人看實它怎麼跑的話 基本上 它沒有可能 每次都這樣 神操回來 所以 盡量給多些人 看得到 這隻馬 上場是怎麼跑的 這次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 選回這隻一號的 街尊三 來試一試 好了 講完這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到 講回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 就想選回陳家禧的這隻二號 盡著事來買回來 那為什麼這次會選擇這隻馬來買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盡著事的賽事 其實這隻盡著事 今季的成績不算太好 跑第九 跑第十三 但是當時它在跑沙田草地 千年米的賽事 其實我覺得這隻馬 一直以來跑沙田 都不算表現太突出 他跑沙田的時候 基本上莫雷拉都是說很少騎他的 但是相反 當他一跑跑馬地的時候 莫雷拉都是經常抓住這隻馬來騎的 好像之前五月二十五號 這隻馬跑跑馬地草地千年米四分賽事 莫雷拉都是說抓住這隻馬來騎的 當時成績不算太好 跑過第六 但是我覺得這隻馬 跑谷草他的表現真的不差 你看看莫雷拉當時是怎樣騎的 其實當時莫雷拉騎的這場馬上 都是說有少少蝕的 大家看看莫雷拉的騎的盡著士 就是這隻 六三藍色帽的這一匹就是盡著士 大家看看莫雷拉當時怎樣騎 莫雷拉在頭段時間 一直走著二碟左右的位置 去到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這隻盡著士 是說扔到彎非常之闊 去到這一個位置就要衝 相對其他馬都是說蝕了很多 你對比回裡面這一堆馬 他都是蝕的 不要說前面這一堆 基本上你和前面那堆鬥 這隻盡著士真的蝕底非常之多 這個彎轉得真的太誇張了 所以搞到最後就是這隻盡著士追不及 只能夠炒回第六回來的 所以這隻馬當時是說這樣才會輸 基本上你都不夠前領那些馬跑的 因為人家真的帶掉太多了 你這隻盡著士怎麼追 所以這隻馬是這樣才會輸 但是其實事實上 他扔到那個彎那麼闊 最後都能夠衝回近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真的 跑谷草是說不差的 當時還要說 跑四班平著五馬分 都考得不差 再加上他贏馬的時候 也是說 跑馬地一千米 四班五十七分 都能夠贏得到馬 爬著個烈檔 接下來這一場 他又轉分去跑馬地來跑 還要說跑五班 草地一千米的賽事 即是說他贏馬的路程 和場地 但是班次還要說降了班 降了一班來跑 由他之前贏馬的五十七分 都變到 贏馬的五十七分 都變到現在的三十九分 即是說評分方面 都著數了十幾分 足足十八分的評分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的這一場馬 這隻馬 其實在評分方面 都叫做多好 隨時真的 一轉場地 落一班 就來到去贏馬 這隻馬 還要這隻馬 落一班 立刻打王牌 出擊 所以我覺得他 都是想贏的 雖然這次配陳家希上去 但是我覺得這隻馬 始終評分方面 都是說 好處了 你要爆懶的話 放陳家希上去 其實是挺適合的 而且陳家希 也說可以減5磅 對於這些重磅馬來說 都是一件好事 134磅 減到5磅 即是背分129磅 也不需要背著 那麼重磅 那麼頂磅 來跑的 也是一件好事 這次 他其實都是說 排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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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谷草 排列檔 其實是說 非常之不著數 但是 這次他就是 跑A欄 你看回以往數據 其實你跑A欄的話 外面來對沖的話 其實是說 不吃虧的 而這隻 是盡著的事 正正是一隻 後上去到追的馬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次 他排列檔 跑谷草 A欄的話 其實都是說 可以的 這隻馬 可以搏得過的 跑A欄 他外面追 不吃虧的 所以 劣檔就更換賠率 再加上 陳家希 可能這隻馬 就更好分少少 所以 我覺得 懶馬的話 可以來試一試 所以我們第二隻 會選到的馬匹 會選這隻 2號的盡著事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頭兩隻 會買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回 我們第三隻 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三隻 會選到的 會選這隻 潘頓騎 3號 橫版Send 為什麼 今次會選這隻馬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 看到這隻馬 其實上場 對著的對手 都是強組 上場 跑跑馬 一千米 四班賽事 他對著那些馬 我覺得是不差的 他對著靚蝦女 幸運之神 另在 想見你這些馬 這些馬 其實我覺得 都是一些 經常性跑 跑馬 一千米 跑得好的馬匹 所以他在這組馬 能夠跑到第六 我覺得他不算太差 你看得到 這隻幸運之神 其實再出 再跑多一場 他都能夠贏馬 在四班 所以這組真的不差 那 接下來這一場 這隻 就是下班 來跑 下五班 還要突然之間 放潘頓上去 容天鵬 突然之間 這次放潘頓上去 我覺得是來了 因為你看回這隻馬 那些操練 這隻馬 其實 在今季 他今季跑了兩場 一場用田太安 一場用冒險東 但是 他都沒有試過 上蟲花 來做操練 這隻馬 沒有試過 上蟲花做操練 但是 突然之間 最近這隻馬 容天鵬 安排了他 上蟲花 做操練 做完操練 才說 下回香港 配搬頓 來跑 所以我覺得 似乎 這隻馬 容天鵬 是想來了 這次 就是想靠一下 潘頓 來幫這隻馬 贏馬 去到交代 因為這隻馬 其實跑了幾季 他都未贏到 這隻馬 是一直都未贏到的馬 這次下五班 我覺得他有機會 是說能夠贏的了 能夠交代 更何況 他們 這對騎連最近 這麼旺盛 所以我覺得 可以來試一試 他 所以我們第三隻 會選到的馬匹 選這隻 白板 先來買 好了 講完我們過關的第一關 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第二關 我們的第二關 就會買到這場的第七場 香港交易所杯 那是一場三班草地A難 1650米的賽事 那在這場馬上 其實我們一早就已經出了一條 單Q給大家 那系列的影片 就叫做 單Q一窗國 那即是說 螢光幕上 現在的這張圖片 那基本上 大家只需要去回我們的頻道 按這條影片 又或者按右上角 就像Ig的提示 就可以找到 我們單Q一窗國 這個系列的那條影片 那在單Q一窗國 這條影片裡面 基本上有了 我們的詳細分析 那我們會講 這一場馬上面 我們會買哪兩隻馬匹 那還有 為什麼我們會買這兩匹馬 那如果未看的朋友 那可以來看看 那至於今次我們的 投注策略是怎樣 我們會怎樣買這條過關 那基本上呢 很簡單的 那我們只需要買回 連贏 及位置Q 這個彩詞 那之後買回過關方式 二穿三 那把兩關的馬匹 來到去做一條 二穿三的過關 那就可以了 對了 那今次就是這樣買了 那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那都不妨試一試這條過關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那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在這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 按鈴鐺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